現在天氣這麼炎熱 難道又要入廚房煮到身水身寒嗎? 當然是做一件很容易做的涼拌小菜 最容易和最接近零失敗的 當然是涼拌雞絲粉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春迷 不是 我是Mafetti 麥花田 我認為出去吃涼拌雞絲粉皮又不是不好吃 不過好像不太划算 喊到很小碟 每人夾幾處就沒有了 如果自己做的話 總是大碟很多 你看我做的雞絲粉皮 雞絲比粉皮更多 買好材料的話 涼拌雞絲粉皮一點也不難做 至於雞肉方面 比較健康的話 大家可以用雞胸 不過我喜歡用雞扒 雞扒始終有少少油份 切絲或手絲的話 吃下這些雞肉就會比較嫩滑 雪藏雞扒在雪櫃解凍之後 就用少少米酒醃一醃 我習慣先下液體的醃料 然後再下固體 這樣就不怕洗走之後下的雞粉 兩邊都下了雞粉之後 當然是要幫雞扒進行全身按摩 即是搓勻雞粉 其實煮或蒸雞肉也可以 不過我略嫌 如果煮雞肉的話 一定會令雞肉粗一點 所以我選擇用蒸的方法 蒸出來的雞肉就會嫩滑一點 蒸雞扒 水一定要非常滾 然後放一塊雞扒上去蒸 大概蒸12分鐘左右 好 蒸熟了 我的鏡頭啊 然後拿雞扒出來放涼 我在超級市場的雪櫃 找到這種水晶卷 即是綠豆做的粉皮 其實每次說粉皮 我的心都有點不知怎樣的 因為小時候在街上 經常聽到好兇的叔叔會罵人粉皮的 好 讓我看看包裝上面 叫我怎樣處理粉皮 開了包裝之後 發覺裡面還有包裝的 裡面有六條粉皮 基本上我們這一次只會用一半 根據包裝的指示 拿了粉皮出來 就要去沖沖水洗一洗 沖水之後就可以把粉皮切粗條 視乎喜好 一般每條闊2-3cm其實都ok的 接著就可以裝起它 然後拿去煮的 又是啦 煮滾了水才下粉皮 一般煮兩三分鐘就可以了 煮到透明之後就可以關火 然後撈起粉皮 有些粉皮可能還捲一塊 未散開的 我們一會兒會處理的了 一般可以飲用的 室溫水已經可以過冷河了 不過我個人覺得用冰水過冷河 可能效果會更加好 我轉個不鏽鋼盆 讓大家看清楚我做什麼 我會首先把散開的粉皮夾起 至於捲起來還未打開的粉皮 就要用手輕輕把它打開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不用筷子 未打開的粉皮始終有一定的黏性 如果你用筷子硬撬開它 就很容易攪爛粉皮 拿乾水分之後就把粉皮夾到碟上 你會看到我盡量會攤開粉皮 盡量攤開粉皮 它們就不會自己和自己黏在一起 令粉皮好像捲一塊 如果怕粉皮會黏在一起 最好就是加少許麻油拌一拌 這樣就可以防止粉皮黏在一起 好了 先放一邊備用 通常選青瓜我都會選有刺 有刺的青瓜通常比較嫩 所以口感比較爽脆 而且味道會清甜一些 如果你選的青瓜表面比較平滑 通常口感會比較軟 我做的涼拌雞絲粉皮這麼大碟 其實用半條青瓜已經很足夠了 接著就要說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 就是這些青瓜 用不需要去到籠子 答案就是釋除尊便 看看你個人喜好 因為近年一些營養學家已經研究過 其實這些青瓜籽是可以吃的 而這些青瓜籽更加有維他命E 即是可以幫助抗氧化和抗衰老 問題來了 為什麼明知道有益還刮走籠子 刮走青瓜籽呢 刮不刮走這些青瓜籽 就視乎你做的是什麼菜式 像現在想做一個涼拌雞絲粉皮 想青瓜吃起來會爽口一點的話 我就建議大家刮走籠子 刮走這些青瓜籽 一吃起來的口感就會爽脆一點 如果青瓜是用來做一些小炒的菜式 很多中廚都不會去走籠子 刮走青瓜籽之後就可以開始切絲了 如果家裡有廚師機或者有些刨絲的好幫手 當然不用人手切 這個菜式我喜歡青瓜絲是幼絲 所以我切的方法就會先切一些粗條 然後再將一條條的粗條慢慢切成幼絲 哈哈我也做到 我想應該不是很難的 切好的青瓜絲就用碟裝起它 直至所有青瓜切絲為止 放在一邊備用 接著就將雞扒切絲 女人從來都是很多要求的動物 又要吃雞扒貪它滑滑滑 但吃的時候又怕肥 又說要拔走雞皮 這個港女這麼麻煩 究竟能切絲沒有? 如果真的切絲的時候 你會發現雞胸其實好切些 因為雞扒的厚度不一致 有些地方厚些 有些地方薄些 所以在切雞絲 要求不能夠這麼高 盡量把它切成一條一條 或者用手撕開它 這樣就可以了 雖然涼拌雞絲粉皮是一個很簡單的菜式 很接近零失敗 除了材料要齊之外 涼拌雞絲粉皮的精髓就是在醬料裡 很多人都會在市面上買一些日本麻醬回來 做涼拌雞絲粉皮的醬汁 其實這些日本麻醬味道相當好 因為有酸甜度 也有非常香的芝麻味 最方便是20-30元買一支日本麻醬回來 拌拌拌 這樣就已經做好涼拌雞絲粉皮 你以為醬料只有麻醬嗎? 哈哈哈 就好像我一樣天真 其實並不是只有麻醬 除了麻醬之外 還有花生醬、鎮光草、豉油、糖 最重要就是要慢慢加點水混合 令它們混合在一起 這才是整個醬汁最關鍵的地方 所以吃也醬汁、敗也醬汁 就看你做這個醬汁做成怎樣 首先就加些非常香濃的花生醬 然後再加些日本麻醬 如果你用中式的芝麻醬也可以 我們開始攪勻它 起初這些醬料混合 好像還未完全攪勻 繼續相信我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加些鎮光草 加一點就已經很夠味 既然加了液體 我們又試試攪勻醬料 接著我們加些醬油 我建議給多一點醬油 待會你就知道為什麼 接著我們嘗試攪勻醬料 最重要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分階段下水 令到以上醬汁可以慢慢混合在一起 剛才我說要加多一點醬油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會加少許水 每次都混淡一點味 那就要加多一點醬油 接著我們加些白砂糖 平衡鹹味 攪勻它之後 發現都是潔潔的 就加少許水 這樣就可以做出一個極度野味的 涼拌雞絲粉皮醬料 首先把剛才已經用麻油拌好的粉皮 拿出來 接著就鋪上已經切好的青瓜絲 青瓜絲除了增加口感 它的顏色亦都令到 有碟菜的賣相生息不少 所以盡量排得漂亮 接著就可以加些雞絲上去 加雞絲雖然沒什麼技巧 但盡量不要讓它倒下來 因為我們想一層層的鋪上去 接著當然是淋醬汁 淋醬汁真的很興奮 不過記得要慢慢倒 因為倒得太快不平均的話 就會有些地方有醬汁 有些地方沒有 賣相就沒那麼好看 放完醬汁之後 如果想這道菜再漂亮一點 當然是再撒些白芝麻上去 好耶!大功告成!上菜了! 是不是很有成功感呢? 這道菜當然可以馬上吃 有時間又忍到口 把菜冰在冰箱一會兒 更好吃 沒有騙你了 是不是很容易做 賣相又精緻又好吃 你也嘗嘗在家裏做個 涼半雞絲粉皮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和Like這個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